这是奥特曼里最强的武装 谢帕顿圣剑 展授除怪异刀毕命 几天前 嘎刺新人得到齐布尔芯片 强大的力量融合成怪兽 把银河跟维克打得落花流水 最后他们的招数被两奥破解 嘎刺新人再次战败 于是便气呼呼回到宇宙 找老板齐布尔芯人 正在发牢骚之时 看到老板已经为他准备好 两只强效武装 这野蛮人得意至极 接下来又要开始搞破坏 很快 打刺新人来到地球 一分为二拿出刚刚得到的 两只玩偶怪兽 魔化融合德拉格里被洛坤 两只巨大的怪兽仰天长相 此时 弟弟的谢帕顿感受到地面有危险 小翔立刻来到现场 随即变身超级融合维克特利奥特曼 打刺新人扬言今天就是维克的末日 于是开始指挥两只怪兽对付维克 维克虽势单力薄 但前奏打得还是不错 扫腿出拳相当帅气 不过跟这两只大块头打持久战 肯定是会吃大亏 一部流神被德拉格里咬住手臂 维克奋力将其踹开 身受重伤的维克 胸前亮起红灯 弟弟的人们十分担心 谢帕顿健壮又做出反应 他正在将自己的能量传送给小翔 打刺新人嚣张至极 扬言要慢慢折磨维克 不会让他这么轻易去世 说着消失在眼前 回到宇宙 齐布尔新人质问为何不把银河一起消灭 打刺新人说别担心 煮菜要仔细品尝才可以 好戏才刚刚开始 就看本大爷如何折磨他们 看这野蛮人信心十足 齐布尔新人露出满意的表情 维克艰难站起 接着晕倒在地 幸好被玛娜救了回来 小翔伤势十分严重 这时小邦突然跑了出去 看着伙伴被怪兽重伤 他十分气愤 有也告诉他 德拉格里是一直有着剧毒的超兽 一旦被咬到 剧毒就会立即扩散到全身 小翔的身体恐怕已经遍布毒素 话音刚落 地下的人找来 他说要把小翔带回地下去 现在能救小翔的只有谢帕盾 回到地下 谢帕盾开始为其疗伤 小翔正在吸收能量之时 突然谢帕盾仰天怒吼 原来两只超兽又出现 小翔感应到情况不妙 伤势严重的他醒来 便要求去支援银河 现在 只有小光一个人对付怪兽 他随即变身超级融合银河奥特曼 看着帅气的身姿 打刺行人还在嘲笑 银河启用泰罗之力合为一体 变身银河斯特利姆形态 怪兽趁机偷袭 幸好银河反应快 他向前冲去越过怪兽 与两兽缠斗在一起 不料被挤了出来 起身又被一巴掌拍倒在地 银河瞬间落入下风 被怪兽死死抱住 两面夹击就像你吃过的肉夹馍 然后合力将银河扇倒在地 银河感受到超兽确实强大 他想起有也说过的同步 没办法只能苦战 这时 豪气和亚里沙赶来 他们装上冲锋枪对着怪兽扫射 没想到超兽竟会瞬移 充能枪根本毫无杀伤力 就在这时 小翔拖着重伤的身体赶来 变身维克特利奥特曼 变身后的维克眼前一片模糊 打刺刑人见维克还活着 又发起阴招对付维克 只见发出无数子弹 向对面的维克射去 然而维克竟没有受伤 原来又是谢帕顿为他挡住子弹 银河这边还被另一只超兽缠住 眼看谢帕顿有危险 他也无能为力 被怪兽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怪兽一拳一拳打在谢帕顿身上 小翔心疼不已 他让谢帕顿赶快离开 这时女王告诉小翔 谢帕顿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他愿意为小翔献出宝贵的生命 小翔伤心至极 他回忆起小时候 和谢帕顿一起度过的时光 他受伤时 谢帕顿为他疗伤 他对谢帕顿说 我的心里永远都有你的位置 谢帕顿听到这话 背部激动地发射出攻击 他看着维克十分欣慰 接着转身朝怪兽走去 打刺新人又开始分身两只超兽 发射出无数火箭弹 谢帕挡住攻击 接着倒地去世 小翔痛苦哀嚎 这时空气中飘起金光 视谢帕顿变成玩偶 为了给谢帕顿报仇 小翔终于振作起来 融合奥特武装谢帕顿圣剑 没错 谢帕顿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可恶的嘎刺新人还在挑衅 银合看着眼前的怪兽非常气愤 变出三叉戟挥向两兽 将他们困住 维克拿着谢帕顿圣剑向前冲 纵身跃起 用圣剑画出大V招 然后帅气落地 摆出完美姿势 打出致命一击 两只超兽当场暴毙 打刺新人回到本体 战败的他非常懊谣 满地撒坡打滚 他说 我不会就这么放过你们 小翔看着谢帕顿玩偶 小光安慰他 就算谢帕顿的外观变了 但只要心意相通 就可以彼此相连 只要相信光 就可以一直在一起 一直到未来 小翔忍住心中的不舍 他说 我相信光 接下来 宇宙又要开始计划什么阴谋 他们的命运到底会如何 我是小影 我相信光 你相信光吗 相信的口一 不相信的口二